五百盤的三層意涵 一 它是第一个台湾人观点的餐饮评鉴 希望呈现当年度台湾的餐桌风景 二 关于餐饮评鉴这件事 每天在这块土地上吃喝消费的人 他们应该也有代表性 三 五百盤的举办 希望能够让受疫情重创的台湾餐饮业 得到若干嘉年华士的振兴与鼓励 联合开怕 独享时光 我是主持人李承宇 联合报系举办 第一份台湾人观点的餐饮评鉴 五百盤 今年进入第二年 名单前一阵子揭晓 有50位来自各领域的评审 每人推荐该年度吃到最好的食道菜 这是评鉴的规则 也是五百盘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评鉴的是菜 而不是餐厅或主厨 为什么不全由饮食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团 五百盘越办越热闹 但我想大家对五百盘还是有许多好奇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五百盘的灵魂人物 联合报娱乐生活事业部前清清总经理 来跟我们聊五百盘 以及从五百盘的评选中 观察到哪些台湾的餐饮趋势 欢迎清清总经理 大家好 陈宇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五百盘的构想一开始是怎么来的 这要从五百集说起 五百集等于是联合报 是一个针对质感青年的一个 之前叫青年读本 现在应该是叫全媒体读本 因为我们已经发展了 各个载具各个平台上面都有露出了 所以好 那就是讲到五百集 五百集我们纸本隔双周刊初刊 初刊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发现说 其实要跟年轻人互动或对接的话 你光是把内容做好是不够的 因为那种暗暗内涵光油射自然香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是没错 这样称语也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可能要有点实体活动 要来跟我们现在 我们所谓的TA跟年轻人 跟他们高官跟他们相处 所以2020年3月500集创刊之后 我们当年度8月就办了第一个系列实体活动 叫500谈 谈话的谈 500 talks 我们第一场就找到唐凤跟詹洪志 两代天才 请他们谈天才自学数位力 那个系列蛮成功的 我们就得到了一点鼓舞 所以在当年的11月 我们就举办了第一个大型的实体活动 叫做500% 在101学5广场旁边 那陈宇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那时候找了台湾很多很有名的各种冠军 像调酒冠军 咖啡冠军 果醬冠军 还有什么 面包冠军 对 非常多冠军 加上张震诚的RAW 对 来首都出摊 是是是 所以热热闹动轰轰烈烈 也办起来了这样 好 那这是2020年的事 那2021年的事 我们就在想说 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年轻人再深度沟通呢 我们那时候就内部动脑讨论 我们就得到三个结论 就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 就是吃吃喝喝体验 所以吃吃就是500盘 是 喝喝就是500杯 然后体验就是500fuel 是 我们这三个其实陆续都有做 是 所以是从这个500集慢慢延伸出来的500系列 是的 为什么是500啊 好问题 其实他也有人说 不是400集吗 你为什么500 对 法国新浪朝廷 没有我们500其实只是取一个公约数 因为年轻人不看长文 你如果动不动万言书的话 只会把它下走 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最开始的初衷是说 500个字给你一个有意思的生活观点 那你读到有兴趣以后 你自己再延伸阅读 对 好比方说我们今天介绍一个 一个新的 好那个吴泽林开了一个新的那个 咖啡店 一杯那个什么 500一千起跳 最贵还有到4000多块 好 那我们就介绍一个这样概念之后呢 你自己有兴趣 你自己再去google吴泽林的丰功伟业 再去google他的理念 再去google那个店到底在哪里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是 一开始我们用500字左右的短文来 让你认识一件事情 是 那因为500挺响亮的 我们之后发想相关的IP活动 我们就继续用500来延伸的 是 然后发现造句也蛮好造的 像500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 可当时在想500盘的时候 不觉得这个数字很惊人吗 500盘菜 有 这个这个其实很有趣 这个 哎 要怎么说呢 应该是这样想 就是 我们那时候还想说好 那就要做吃的话 那要怎么做这件事 因为米其林啊 亚洲五十大 那些都已经在了 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要做得这么的 像这个样子 一开始就是先 就是大家动脑 有了500盘这个名字之后呢 就是 就是我先把它写下来 那我开始想说 那个500盘这个名字要如何让它落实 让它合理化 原来我们是先有500盘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 先有500盘这个名字 然后我脑中已经有个画面了 就是 如果我真的有一个盘子 那个盘子都放在不同的店家的话 這個現在實現了,去年是黑色,今天是橘色的 有有有,現在很多人也感謝很多朋友 他們去吃飯都會順便拍給我 那我自己去的時候,我也會順手拍下來給同事留存存檔這樣 等於就是我是從500盤這個名詞跟那個盤子的畫面開始回推 怎麼樣落實這件事情 是這樣 那你好問題,這要怎麼做呢? 有一天那我散步的時候就被我想出來了 我就想那我就找50個評審 每人推薦他最喜歡的10盤菜 50乘以10,不就500了嗎? 嗯,一個轉化的一個 對,好,這句話我講完 我這樣10秒鐘講完對不對? 其實我們苦了好幾個月 最難的是什麼? 感覺很容易啊,就是50個人驗10盤菜 我也可以推10盤菜,他也可以推10盤菜 這就是回扣到500盤之所以成立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評審的組成了 那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想好了 我們就是不要製造美食圈的 因為如果製造美食圈的人的話 所謂的foodie的話 那結果其實會跟米其林很像 這個也是我很好奇的 我們就號稱我們是台灣人的第一份的 這樣的觀點的美食評鑑 那是我們台灣人觀點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米其林、孟成都 他不是台灣人觀點 或者是說現在越來越流行的亞洲五十 這家餐廳 也不會是台灣人的觀點 我們要跟這些已經知名的餐品見 有什麼比較嗎? 其實沒有耶,我們一開始都很謙卑 那一開始你要我朗讀那三個理念 其實我們第二個理念 我們其實前面有幾句話 你把它刪掉 我們是說就是米其林 米其林其實很偉大 我們非常尊敬 我們也沒有任何絲毫意義要跟他compete的意思 沒有要比較 只是我們覺得我們想要找一些 就是我們覺得在這個島嶼上 每天吃喝消費的人 我們覺得他喜歡的菜 或許也有一點點意思 也有一點點參考價值 我們只是提供 another choice 就是我們提供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並沒有覺得說我們就要去怎麼樣 為什麼是第一個台灣人觀點 這句slogan 是時間接近的時候 必須要很容易讓人家 要不然你說500盤什麼呀 我們必須要伸出一句話 讓人家很快可以catch 我們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採用這句話 採用台灣人第一個觀點的美食評鑑 這句話才把它拿出來 這句話就很有氣勢 第一份台灣人觀點的美食 好像雄心萬丈似的 所以我們500盤 這兩年這樣辦下來 我們希望達成的目的 覺得有達到嗎 其實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最近總要拿 大家都跟我指教各種 然後你發現很多人都在社群上 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會拿500盤來 來當作一件事了 感覺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了 這個其實我們真的是遲料未及的 我們也是有點是無心插流的結果 那現在因為做得有點聲量之後 大家期待很高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可能也要更神聖了 就是好好的對待過往的成果這樣子 因為等於就是社會大眾啊 跟其他的評審啊 跟餐飲業者呢 都會有些期待這樣子 這樣的話我們會有一點拘謹嗎 會有一點被拘束到嗎 因為感覺起來我們說像米其林 這種所謂我們想像中的餐飲品 就是會比較嚴肅一點 比較覺得說我要公正我要客觀這樣子 而我們的初衷可能就是一個辦一場 大家很開心的活動而已 這是不一樣的 是可是因為就是說得盤數多 畢竟還是一個榮耀 所以一堆人一直跟我講說 那個評審辦法呢 是不是可以讓每家餐廳只能投一盤 對因為有些評審 他會投某一家餐廳的兩盤菜 甚至三盤菜 他們就覺得這樣就有策略性 投票都可以做票可以拱誰 我想哇這樣壓力也太大 對然後呢就是這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是說那個大家會希望明年要更嚴格 就是說是那種特殊餐會的 就是不要列進去 對有一盤是那個溫文 愛飯船的餐會 這個就是一般消費者吃不到的 就不要列進去 那我想這可能也有道理啦 就是最好是就是好吧 要不然這樣不是每個人把他媽媽的 那個拿手菜都列上去了 那這樣好像也不太妥當 那這個我們也會慎重考慮啦 好像有點道理 就是大家就 我發現大家很認真在討論這個評審規則 我們本來其實只是初心 只是說欸我們找一些大家認同的 有質感的那個有質感的名人嘛 因為我們我們500級的那個核心的話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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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質感為核心嘛 對我們就是那個世代混搭質感重擊 是我們創始的slogan跟我們的DNA 所以我們就想說欸那我們就找一些人 請他其實我們評審規則一開始很簡單 我們只是請他推薦他過去一年裡 你吃過的最喜歡的試盤菜 我們是用最喜歡喔 不是最美味或是最高級最什麼 所以這投出來以後就很有意思了 他就有別於米其林的fine dining 是他人味就比較重 這是我屬於我最喜歡的 然後中菜就會變多了 對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是這其實很妙 因為去年的時候大家還在說說 欸那個米其林都只投西餐 中菜那個中廚都是面臨老化 那個老是數沒有傳承什麼的 是好那今年中菜多 然後又有人說啊 姜舍夫看不到了 對因為我也是跟大家討論 跟這個領域這個圈子的人討論 大家會覺得說 在我們五百盤的評審裡面 這種每季換菜單的fine dining 就很吃虧 因為他記憶點 經過一年你可能就忘記了 是有可能 除非你隨時做筆記 對 那那個中菜的話 因為拿手菜就那幾家那些東西 大家永遠會記得 隨便講 比方說紀元的雞湯 沒錯 用膝蓋想都會知道他一直在 那這就容易被記住 可是我們特別講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特別著重央學服 我想陳雲有參加頒獎典禮 你應該有看到 他有注目新秀講 然後創新概念講等等 剛剛我一直在聊菜 為什麼我們給講的對象是 選的是菜 而不是比如說 你覺得最喜歡的時間餐廳 你覺得最欣賞的十個主廚之類的 這有兩層 第一層是我們當然希望有 就是要跟現在的一些通行的餐飲品 有點區隔 大家都是選餐廳了 我們在選餐廳的話 我們怎麼選啊 就是對 那加上就是我們很快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有幾個名字 一起在想 500盤500碗500什麼的時候 那時候後來大家覺得 好像500盤這個名字特別有趣 那我想說 那既然醬花嫩能不能直接就用菜來當單位呢 如果是500碗的話 可能只能選到滷肉飯雞肉飯 其實500碗是一個我們今年一直沒有時間執行的計畫 我們真的是想要做那個 真的想要做500碗 對對對 還有500甜甜點 喔甜點 對現在台灣的甜點也是很蓬勃發展 對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就是有一些那個心愛的名單 馬卡龍要吃哪一家 卡路利要吃哪一個對不對 這樣可以延伸的相關的範圍就很廣了 只是就是這麼多IP活動裡面 500盤出乎力量之外的盛大成功 跟有感染力跟有聲量 那我想說可能跟台灣人很愛吃野菜有關係 無時無刻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話題 它是一個談資 誰誰誰選了什麼 我們有吃過 或者是誰誰誰選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覺得可能沒那麼好吃的他會去選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談話的話題 可能我們碰巧做對了一些關鍵事情吧 我覺得也找到了一些我們會討論的關鍵的人去當評審 像剛剛聊到的我們不會只找foodies 對不會指導美食圈的人可能就會比較 我們的評審的光譜真的還蠻廣喔 當然也有傳統定義上的美食家啦 像張洪志詹先生 然後葉宜蘭老師 Liz高晴文 然後愛飯團的許欣怡等等 這些是我們可能比較熟悉的所謂的美食家 他們比較專業在吃的 但是我們有更多像是藝人 今年有告武仁 林心如 許若萱 陶金吟 劉若英 楊宥寧 楊宥寧 對對對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演藝圈的很知名的藝人 那也有企業家 陳太明 顧仲立 當然他們本身也是老饕啦 對這個有他們一定的這個賤賞的能力 然後有蔡明亮導演 有設計師占卜 然後有蔡薰老師 他有他吃的一套他的想法 但是他就是不是美食圈的人 面對大家就覺得說 這些人能夠代表台灣人的飲食觀點 這樣的質疑 或者是討論 其實第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葉宜蘭跟Liz 他們兩個人 他們其實有講到一點 我覺得有點符合我們的設定 就是一種大數據的抽樣 是 那我今年其實也做了一個 我其實去年選出來之後 就已經有一些人說 你竟然找誰沒找誰什麼的 問題是 我們每個 就是我們團隊的人脈也是有限的 我們不一定都認識 你們是全台灣的人 對對對 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有那麼多腹地藏在什麼地方這樣子 或是可以邀的人 然後到第二年 我們其實團隊討論以後 我們鼓起勇氣換了一半名單 這個其實有幾層意義 就是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初衷 是希望呈現當年度台灣餐桌風景 那就是我們選那個年度裡面 大家比較活躍 大家有記憶度的人 是 比方說我們選的藝人 有好幾個是那個華登初上的 林心如 楊佑寧 是 或告五人是現在當紅的那個年輕的團體 他們代表年輕的舌頭 所以他們選的都是他們故鄉宜蘭的口味 是 對 就等於說我們希望說還是有一個當代時代性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不要固定都是人 因為大家喜歡吃的其實口味說實話也蠻固定的 除了你特別有勇於挑戰一些 就是走出同溫層舒適圈用力去吃之外 一般人其實常吃的就不外乎那幾家 沒錯 那如果我們50個評審永遠不換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名單就會永遠長得一樣 那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希望呈現 當年度台灣參作風景的機會了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這個我們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氣做 可是我們有討論過就是 如果我們第二年不做 我們就永遠做不了了 把它定成一個等於說是一個遊戲規則 大家覺得這個 就像那個金馬金鐘的評審 也是每年換 那大家就可以接受了 這樣講也對 這樣講也對 可是他每年不是有不同的評審團嗎 可是500盤的評審團 其實我覺得蠻殘酷的 金馬獎的評審 我不用講 我不用講 我要投給哪一部電影 投給哪一個導演演員 500盤每一個評審都要講 自己投了哪10盤 這個其實我們其實只是 一開始只是出於說 我們也想請他說一下 為什麼這樣投 並沒有刻意要這麼實名制 可是這樣的效果其實也意外的好 因為變成比方說像陳藍書主廚 他就很欣賞這個 他就說每個人都有機會去 去說明自己為什麼選這些菜 因為你比方說你非常好 比方說陳漢銘選了一個什麼劍彈肉圓 我好像覺得這什麼啊 可是他告訴你 他吃了多少以後 他那個肉圓如何打動 他的時候你就會買單了 所以我們除了 其實500盤除了得獎名單之外 我非常非常鼓勵大家去看那50篇評審文章 那50篇真的 我們是動員非常非常大的人力去處理這件事 每一篇都是幾千字的長文 等於就是介紹那個評審 請他說明他的飲食人生史 他從小他的 比方說他從小飲食怎麼樣啟蒙 他成長過程中怎麼樣去開始喜歡美食 那他後來怎麼樣去自己做啊 或者是說出國怎麼吃 然後最後才請他們說明為什麼今年選這10盤菜 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故事 這個真的看在我們眼裡是很過癮的 你平常不會這麼去了解 這麼多檯面上的名人 或者是說你欣賞的藝人 他們平常怎麼吃 他們吃什麼 他們選哪10盤菜 但是我們在500盤後續 我們都有這樣的專訪 然後讓大家知道 對我們在頒獎點以前 我們全部都準備好了 就是官網上面這50篇都看得到 其實你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因為等於我覺得 就呈現了每個人的飲食觀跟價值觀 你看他長得眉飛色舞 好可是你 如果你真的去吃沒有像他這樣感動的話 那是因為你不是他 你的成長過程不是這個樣子 你沒有怎麼樣的媽媽 或是你沒有怎麼樣的口味 那個東西就感動不了你 對 沒錯 其實已經很超脫說 這一盤菜好不好吃 或者是可能是跟你的成長背景 已經有human touch了 有人情在裡頭了 這個是又比這種餐飲品更深層一點的東西 是 我覺得這也是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要有 因為台灣人其實 所謂的台灣味不是絕對的美味標準 事實上永遠都不會有絕對的標準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覺得一頓飯好吃 那跟當下的感情的流動 你比方說你在餐桌上感受到的熱情 你跟人的互動 然後你跟整個聊天的氛圍什麼的 其實都是造就那頓飯美味的原因 要不然一模一樣東西包到便當盒裡 帶到公司你吃吃看 這個情況真的在疫情期間大家都感受很深 原本在餐廳飯店裡面吃的都好吃好吃的 然後打包成外賣的外帶的餐盒 感覺就好像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是就很多時候那個美味的味覺的體驗 其實是一個豐富的組成 那我們會希望能夠還原這件事 是 在這兩年500盤這樣子我們評選下來 不管說是餐廳啊菜色啊 清姐你觀察到什麼 當代台灣餐飲的趨勢或者是面貌 比如說像去年的私處喜香縫 洲際食譜它的盤數就很高 那中菜台菜會比西餐的餐廳菜色多很多 所以我想今年的农月是拿到15盤最多 其實去年非常非常明顯啊 去年那個因為是疫情困住最嚴厲的一年 那大家很苦悶 那唯一的能夠立即實現的生活樂趣就是吃了嘛 那私處的話因為他們位置就少 那個一個餐期比方說一個中午或一個晚上 有的甚至只做晚上 就兩桌或三桌 那你真的就是永遠訂不到 那就會造成那種好 不管你是叫它飢餓行銷或者是什麼 就是它真的就是供給太少量了 所以會造成那個市場的需求 那或許是因為你太難得吃到了 你記憶也會深一點 我自己猜測啦 對 所以就是 所以就容易被去年的評審選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去年的私處文化 其實跟疫情有絕對的關係 因此也多開了很多私處 對我覺得有帶起來一點這樣的風潮的感覺 是是 那這也是一個就是獨特的現象啦 就它不像餐廳這麼講究 它沒得讓你挑 對然後你還要這樣辛苦的去排隊 那我覺得這也是疫情啦 那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獨到之處 都有他們做得很棒的地方 因為這樣才會有時刻嘛 才會有人願意絡意不絕去排隊 是 那今年很好玩 今年有很多 有好幾個評審都刻意選了那個外帶外送的 對 也是反映疫情當下的台灣的餐飲現象 是 因為我們希望那些評審都是自己去吃的嘛 所以他們也很誠實 他們有甚至有 有幾位評審來答應了 後來又退出 是說他外食的太少了 他覺得拿不出石家來 選不出石盤菜 而最後沒有辦法完成的 對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 對 那完成的裡面呢 他有好幾個有好幾個評審 我記得洪玉君啊 何雲佳啦 詹仁雄啦 好幾個人他們都是選一些 就是外帶外送的美味 那這也的確是呈現了 就是 今年2022年台灣的餐桌風景 所以我們可以趕快來辦一個500盒這樣 對 便當大賽 可能我們的團隊 對我們接觸到的人 認識到的人 真的不會是全台灣 你說大規模抽樣的這樣的樣本 那種很科學很統計學 符合規定的這樣的規模的統計調查 但是會不會 就像有人講 500盤是不是都是台北人觀點啊 選擇台北的餐廳比較多 這我要趁機解釋一下 冤枉啊 其實我們去年很想要國際化 我們還努力找朋友 找管道 想要找一些外國人 那當然就先從外國使節開始 那我們還找到了 找到了駐台的日本代表 他高高興興答應了 就交出來的是叫做牛肉麵 紅米線 什麼 就是只是一個小吃的類型 對 所以 很國外有人的觀點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們就是也試圖要找 找駐發代表這些的 也剛好陰錯陽差沒有完成 然後我們去年其實很努力 去年在奧運前呢 我們就很努力的 也想找一些運動明星 嗯嗯 其實我們還真的是問到了那個 那個戴子穎 同事跟他爸聯絡的結果 他爸說 我們平常都吃健康保健營養品 沒有再吃餐廳 就我們其實已經竭盡所能了 那去年就是說 呃 去年大家都反映說 好像有點太台北話 我們其實今年努力想要約 中部約南部的一些 一些厲害的人呢 可是其實也是分分被玩去 是 對 因為實名制講出來這件事情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勇氣 我覺得是欸 對 這個感覺起來 我就要赤裸裸的把我喜歡 什麼都公租在台面上 讓大家來支支點點 嗯 然後另外有一個就是好 那我們找的人呢 他比方說他可能真的是 是福底 可是 零知名度的時候 我們又會有另外一種壓力 這真的很難 這真的很難 對啊 你會覺得好我們的名單 像有人就說 太多名人有錢人了 可是那如果我是50個素人的名單的話 你會因此更喜歡這份評鑑嗎 我如果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說 那個其實有點是兩難啦 是 對 就是等於大家討論 大家質疑 大家期許的 我們其實 我們內部在籌辦的過程中 我們多少也有想到 只是我們就 只能找 就當下最能夠完成的方式來做 但其實今年已經很棒了 今年有好幾家離島 已經走出台灣了 去年只有在東部 東部跟南部這樣子 今年對 金門嘛 我印象中 金門然後又有澎湖 好像是不是還有一個媽祖 其實就是已經是盡量 就是一步一腳印的 希望能夠就是讓更多的好餐廳 他們努力的事情被看到 說到這個我覺得 也是我們班特別講的一些想法在裡面 對不對 比如說注目新秀獎 創新概念獎 今天還有很特別的點石成金獎 食事食物的食文 頒給了陳耀迅 是的 為什麼 你不覺得他太厲害了嗎 蛋黃書賣套 需要用演唱會的售票系統 這個是一個現象 另外他 他徹底的改變台灣人 就是飲食的習慣 他跟那個 是萬家商還是誰的 那個烤肉廣告一樣 就是一代的人 一家烤肉萬家商 就是你看 以前那個嫦娥跟那個 他們只讓我們 就是中秋節吃月餅 好 自從他那個廣告出來以後 台灣人 莫名就開始要烤肉了 是 然後一直烤烤烤到現在 那陳耀迅 就是這扭轉 而且這一件事情 已經是幾十年前了 我覺得可能有個二三十年了吧 有喔 對 那陳耀迅才這兩三年的功夫 他讓就是說 中秋節要吃蛋黃酥變成全民運動 你不覺得他實在是太給力了嗎 加上他也是我們五百級核心的想要表彰的 就是Young Chef Young Talent的象限裡面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給他這個獎 他確實是這幾年的台灣餐飲業 一個很特殊的人物跟現象 有啊 他那天領獎的時候 他不是說他很感動 他說他沒想要做烘焙做麵包 還能夠上台領獎 對 陳耀迅是一個 然後我們還有落地生跟講文 頒給台中的JL Studio的Jimmy 是的 因為那個他之前在那個陳藍書的那個 勒木工作過很多年嘛 他是個新加坡人 可是呢我們觀察到他其實真的是 就除了JL Studio一直有很好的口碑 然後一直也是這兩年穩做米歇林兩集 對 之外呢 他在那個台北新光三位開的那個新加坡 對 就其實也是很受歡迎 他很努力在做在融入這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其實也應該要 就是鼓勵這樣的這樣的樣選 這一次的特別獎裡面 還有一座是老店傳承獎 是的 我們今年頒給了鼎泰豐 這我們很熟悉的老朋友 為什麼 因為呢 今年剛好是鼎泰豐呢 他們從就是楊基華先生 把他父親的油行 轉型成為小吃店的50周年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義 而且鼎泰豐的好 那我想我也不用贅述了 就是他永遠的 對 永遠冰之如歸 永遠品質這麼好 然後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永遠是你最棒的comfort food這樣子 我要提的另外一點 是因為剛好楊基華先生 他因為出國的關係 沒有辦法親自來領獎 可是他親筆寫了一封信請 他的公關幫他朗誦 那成語你在場 我覺得那個真的聽了非常非常 很讓人動容 對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謙虛 非常非常的溫暖 非常非常的就是說 那種高度跟格局 跟那種對人 對這個社會 對員工的那個尊重 對 我就覺得 其實那也是我那天 非常非常感動的一個部分 楊先生在致詞稿裡面提到說 餐飲服務業的生態 隨時都在改變 不變的是提醒自己 隨時做好每一道餐點 也服務好每一位顧客 然後他也感謝顧客長久的支持 這幾年的疫情 餐飲業面對了許多不確定性 但是所有人都依然堅守崗位 然後讓人很感動也很心疼 所以他就是提到說 他對於員工同仁的照顧等等 確實是很頂泰峰給我們的 這種溫暖周到的感覺 是的 那個我想要提兩點 第一個就是其實頂泰峰蠻倒楣的 因為他心開了兩個點 對 新生店一開 然後還有A13一開 馬上就疫情 你想想看他壓力多大 沒錯 他整個撐過來 而且大家都知道 頂泰峰的員工 就是他的薪資這些 佔他的總成本其實非常高的 是四五成的 這個不是一般參與業者感這樣的投資 沒錯沒錯 那我想要講一點 就是我們優人物幾年前採訪過他 那我們做了影片 最後的ending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能夠代表頂泰峰的精神 那楊繼華先生他就說 他說哪一天員工的笑容不見了 那他就覺得就是頂泰峰也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跟價值了 所以他真的是從尊重跟喜愛跟認同跟珍惜員工來把這個企業組好 就是那些員工真的覺得在這裡是被照顧的 是得到肯定的 所以他們才能夠散發這麼真誠的笑容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每次到那邊人家幫你倒茶人都笑咪咪的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這很難的 這不是你那種訓練說菜或什麼可以 這不是教育訓練能夠訓練的出來的心情 而且他不是一個喔 他是每一個喔 照顧好員工 讓員工能夠對這份工作有歸屬感嗎 或者是說這種像心理自然就會對客人有比較正向的對待 對因為我們也並不想要只是凸顯就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菜 那像鼎太豐這種照顧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的 那個我們覺得他們也很重要 不是只有喔那個非常非常 就非常走顯風 用很奇特的食材的那種很刁鑽路線的菜才值得肯定 那我們覺得鼎太豐老老實實把他manu上的東西做好 這種而且始終如意 他炒青菜非常好 去年有的500盤嘛 那也是我個人的最愛 我點uber eats一定會點他的炒青菜 真的是不管什麼菜他永遠都非常好 有一部分可能我們追求到主廚的想法創意 很刁鑽的技法或者是很稀有的食材 而這些鼎太豐的炒青菜 各種我們生活中的炒青菜就是我們的日常 是 這些才組成我們台灣人的味覺嘛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呼應我們就是標榜我們自己 第一個台灣人觀點的餐飲品見 就是好你有重要紀念日 你有生日你有聚會的時候 你要highlight的比較高端的美食 可是你有 也有你的日常的飲食 對我們覺得這些的一起看 才是真正我們的飲食光譜 那我們說 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除了這個頒獎典禮公佈名單之外 我們還有每一位評審的專訪 他的飲食的故事 他的選這10盤的一些想法理由 或者是說一些關於500盤相關的餐飲的論述等等 感覺起來可以讓人讀很久讀很深 然後我們會想形成一個屬於我們500盤的餐飲論述嗎 我覺得我們再做幾年下去可能有機會 那就等於說我們有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 對最近就有人一直建議我們說 是不是出個書啊 把這些文章這些名單綜合結集啊 或是有人就叫我們說 你趕快出個英文版的榜單吧 對說不定就可以跟米其林指南並價唏噓 像王扎平到義大利了就來賣我們說 你有沒有英文版啊 我想要給我義大利朋友看 我們剛剛講的是Solo Pasta的主廚 他今年也是非常難得的在一片 就是在一片中菜的前幾名當中 他是唯一的西餐 是是是 他的晚宴之後很謙虛的 我們在聊說為什麼Solo Pasta 可以今年有九盤這麼多 他就說可能是我們的單價沒有太貴 然後定位不會太難定 大家都吃得到這樣 評審都吃得到 絕對不會只有這樣 沒錯沒錯 那我們說好 最早的五百集五百趴 五百盤五百杯 甚至之後可能有五百甜等等 我們知道聯合報系的傳統是平民媒體 走出來的感覺是一條新路 我們說現在人可能更聚焦於影像 可能對於這種傳統的文字閱讀 慢慢慢慢不再這麼重視了 感謝我們剛剛講到的評審的專訪 或者是其他一些文字的這樣的一個敘述的力量 五百集或者是五百盤 在延續我們傳統文字媒體的這樣的優勢 算是為傳統平面媒體打開了一條新的可能性嗎 陳昱你可能就是太高估我們 或把我們講得太好 我們其實只是就是 因為就是書寫跟把一個故事說好 其實就是我們本來受的訓練 對我們只是把它用在這件事情上面而已 是 同時我們也知道優人物不只是文字很棒 對我們有影像 對影像也是也是很有印鏡 其實今年要不是疫情的話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就是順便拍 因為可是因為那個今年有好幾個 今年有好幾個月疫情其實也滿嚴重的 對 所以我們今年的大部分的採訪 其實都是用線上的方式處理的 是疫情的限制 對因為這樣的話也會讓評審受訪 就是說降低他們的疑慮這樣 要不然他們就想說 誰要見你們記者啊 你們每天在外面跑來跑去 最恐怖的這個疫情來源 對你打了三劑我也不放心 麻煩你先快篩 所以應該疫情比較過後稍微穩定一點的話 然後明年我們可以講故事的方式 可以有一些新的畫樣 是是是 非常非常感謝就是得到很大的回想 那我們也會就是我們籌備單位呢 也會就是金金爺爺繼續把這個 這個獎的品質跟聲量就繼續維持下去 希望不要辜負大家的期待這樣子 那我們明年就是一定會朝更優化的目標去 無論是米其林評鑑 或是聯合報系第一份台灣人觀點的 500盤美食評鑑 哪些餐廳哪些菜也要禁榜 除了熱鬧之外 評鑑背後的思維 餐飲觀察 台灣社會對於飲食的品味 以及餐飲人敬業的日常 或是更有意思的觀察 今天謝謝情形總經理來跟我們聊500盤 也謝謝聽眾朋友陪我們到最後 謝謝陳語 謝謝大家 下次見 上網搜尋VIP.UDN.COM 到聯合報數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報導 來看更多精彩的oe敦 也不錯 不思議